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Jennifer 我想今集我們要一反我們之前比較輕鬆搞笑的情緒 我們今集要很嚴肅去講一個英國和法國都會存在的問題 就是罪案 其實來到這裡也不經不覺半年 在英國倫敦這個城市 我聽到很多人說倫敦是世界最適宜居住的城市頭 五位,榜上有名,永遠都是頭五 我真正在這裡住了一段時間 我體會到其實我是明白她那種所謂是最適宜居住的城市 但是其實每一個城市都有她的問題 我今天要講的是關於倫敦的罪案 最近封鎖了,封鎖應該沒有什麼罪案發生 因為人們不會外出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其實不單止罪案沒有減少 反而是一些大件事,大件事 是接二連三發生的這幾個月 所以要講給香港人聽 其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是 你說什麼都好 你有一些地方是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其實你是需要有一種警覺性 就是你去每一個地方居住 如果你說比起香港 當然香港你習慣了一個地方是地頭 就是自己主場 你相對來說也是比較安全 就是現在的香港 但是相對於你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其實你的警覺性如果不大的話 其實你很容易會不經不覺 你會有機會成為受害者之一 所以其實我今天要講的是倫敦的罪案 你也可以說說你巴黎或者法國其他地方的罪案 因為你在後面 你主角比較多 我今天的背景就是馬賽 因為你問我巴黎的罪案都是小偷阿托 有些多的 大的就不多 你說大一點的罪案 都是在馬賽 不過都是偷打荷包這一類的罪案 如果你說 你說嚴重一點 嚴重一點 你又沒有 也不是沒有 一定有 但是我想就跟倫敦相比 尤其是你近來先說這宗 性罪案 因為其實 如果你說偷東西 搶打荷包那些 其實我們在倫敦已經習慣了沒有現金 我現在外出只是帶個電話 因為其實現在你付錢買東西 全部都是用電話 即是他要偷東西 他都只是為了搶東西 他拿你的電話就可以了 電話裡面有卡 電話貴 賣出去也幾百 幾百磅 幾百磅 我現在就拿最便宜的電話外出 即是你不用拿一個漂亮的電話 總之你裡面有付錢的那些卡 就可以了 所以相對上偷現金 基本上是沒有的 但是其實我發覺現在殺人的事件是多的 以及是綁架 我想說三宗案 在最近這幾個月都發生的 我想最短目的 我想香港人都會知道 就是最近三月初的時候發生一宗 是綁架 以及殺人案 那個兇手 涉嫌者 其實他是一個現役的警察 即是叫MED POLICE OFFICER 即是MED POLICE OFFICER 即是一個現役的警察 那個女生 其實你看到的照片 就是一個挺漂亮的 33歲 做文職的 其實他是一個叫做 有男朋友 正常家庭背景 但是他只不過是在朋友家裡 聚集結束之後 然後他走回家裡 其實他那個地方 他那個地段其實很近我家裡 現在住在那裡 他那個地段是近的 而且他那個地段 是一個 都算治安是OK的地方 也發生的 綁架的時間 都不是太晚 都是晚上大概9點 所以 其實都很震驚 在整個倫敦的新聞裡面 都是一個很觸目的案件 連Boris Johnson 都是因為這宗案 他說了幾次 就是說 倫敦的治安要改善 街燈要加上 倫敦的市長 其實倫敦的市長 已經給我感覺 是有點廢廢的 即是他有很多事情 都是事後恐明的那一隻 總之就是這個女人 後來就被警察 老走了 綁架了 然後就殺了他 但是到現在 目前為止 現在還是他 抓到涉嫌殺人的警察 還在調查中 總之這宗案 其實是令到全英國都很震驚 所以他們就開了一些紀念會 紀念集會 但是 你知道 那些人是 跟他獻花的時候 在他的社區 又被警察去驅趕 因為正在鎖單 那麼多人集會 當然又犯了 其實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相似的情況 總之這件事 其實都是令到很多單身的婦女 在這裏 是人心惶惶的 還有 是否還是要不要太晚 或者不要夜晚入黑的時候就出街 原來我 因為這件事之後 我在英國的朋友 他住了二十多年 他跟我說 其實根本在倫敦 是不應該夜晚就出街 真的這麼恐怖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我們以前夜晚 我喜歡去旺角吃碗糖水 或者在一些很熱鬧的地方去 所謂的蒲 是很正常的 倫敦其實就是一個 我想整個英國的文化就是 喜歡喝酒的 尤其是星期五、星期六這些日子 很多人出來去消遣 即是落單之前 因為喝完酒之後 醉了之後就會鬧事 這些情況就是 整天都會發生的 但是這件事 因為沒有酒吧開 但是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 其實就是 整個城市都是 很人心惶惶的 有一些婦女團體 因為這件事幫助 去做一些籌款的事情 希望可以引起一些關注 就是不要太多 婦女會有這些 有這些機會被加害 所以其實這件事也是很嚴重 我自己本身就是 我自己感覺上 我覺得晚上出街 是不安全的 現在 即使在我這個社區是 治安比較相對上比較好一點 我自己作為一個男人來說 我過了晚上七點鐘 我也不出街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走 而且因為這裡真的沒有街燈 沒有什麼街燈 一條街是很黑的 沒有街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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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成為犯罪點 我不明白了 其實你拘捕了警察 因為是在CCTV看到的 如果在CCTV沒有街燈 又怎麼拍到呢 所以現在正在調查 其實是怎樣說 我也覺得 對不起 也要說一句 我覺得在這個城市 即英國 有魔警 這個叫魔警 被譽為魔警 但是我覺得警察的所謂破案率 都是很差 哈哈哈哈哈哈 倫敦的鐘樓 巴黎的街頭 英倫的感受 巴黎的享受 Henry von Jennifer Chang 第二的案子又破不了 大的案子又破不了 這宗Sara的案子又破不了 其實大家對 破不了嗎? 不是說已經有個嫌疑犯是警察嗎? 就是拘捕了那個嫌疑犯 基本上都是他做的 因為那條屍是已經找回的 因為如果沒有他給資料 他就找不到 因為那條屍去了很遠很遠的 Kent那個地方 所以其實這宗案子 也是很令人震驚 但是在英國 不是只有這類所謂女性被綁架 以及殺死的這些案件 還有一些更嚴重的 其實就是什麼案子呢? 就是說的是少年犯 其實這裏的少年所犯的殺人案 也是很嚴重的 接下來第二宗新聞就是說 有兩個男孩子 一個是21歲 一個是17歲 他們在五個禮拜裡面 在同一條街 但是大概是隔了幾米上下的範圍 可能一個在街頭一個在街尾 一個在街尾 一條街 五個禮拜之內 兩個男孩子 是被其他的年青人用小刀刺死了 其實不是現在的事 英國拿刀刪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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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 你黎司田沒有做資料 不是,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 但是其實他們也很奇怪的就是 原來我發覺他們 但是隨街斬人、刺人的小刀 他們不是晚上才做 剛才那宗案就是晚上九點 晚上九點沒有街燈 你要犯案當然是黑黑黑的地方做 但是他們真的日光日白 這兩宗案都是下午四點鐘、三點鐘、四點鐘的時間 這就是發生了 這兩人都是被兇徒刺死了 簡直是刺死了 那判斷是甚麼? 判斷犯罪的判斷是甚麼? 又是調查中 你明白嗎? 很多案件是不知道為何會發生 有些消息就是這兩宗案件都是因為一些朋友的糾紛 可能是錢 可能本來是打劫的 又打劫不成 可能之前有些結怨 總之是一些少年和少年之間的一些衝突 而產生的 這兩宗案件 其實他們那兩個受害人 死了那兩個年輕人 其實他們的家就在附近 你明白嗎? 肯定是被人扑扑 或者是說數 或者是怎樣說不成 私人恩怨 很簡單 好像是私人恩怨 但是 原來還有一個 那個二十一歲 後來第二次 在同一條街 第二個被人刺死的 那個男生二十一歲 他還有一個女朋友是大肚子 有一個女朋友是大肚子 準備要生嬰兒 他還說 女朋友接受訪問時 他還很興奮 知道我懷孕之後 他還很興奮 說我做父親了 結果就被人殺死了 這些案件 你想想 其實跟香港的罪案有很大的分別 在英國會有這些案件 而我想說第三宗案 其實就是 這個其實我們本來就是發生在一個 那個區其實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區分 譬如說你在香港 在九龍塘區 你在九龍塘區你不會遇到這些情況 但是在一個好區那裡就會遇到 那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十四歲的女生 是幾乎被一個男人握著一輛車 是綁架 就是綁架 直接是拉上車 就是抓住他 直接是想拖他上車 就是 就是 抓住他 就是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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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但是真的不好笑 我覺得很恐怖 你想想 如果 其實 當然我們明白 但是 後來這宗案件是 幸好是沒有被抓到上車 如果被抓到上車 當然是不堪事上 但是 其實 到現在 又是不能破案的 警察就是說 他們現在是 呼籲一些人 沒有懸紅的 其實就是呼籲 就是 希望一些人可以提供資料 讓他們去看閉路電視 有鬼用嗎 你有CCT片 沒有用 你沒有人面識別 你明白嗎 就是 你拍到那個人 不是的 你看到那些車牌 是 是 你看到車牌 你也看到大概 車的顏色 什麼款式 已經可以 有的 他有說過的 那個車牌 車的款式是 Toyota Piras 是的 那已經可以 是專注重點 去搜查這一堆 是 但是還是不能破案 那你想想 其實我今天主要說 這三宗案 其實都是跟香港 就是 一些罪案 其實是很不同的 就是以前 你說香港有同黨 最多都是 遼是兜非 但是現在說 這些年輕人 是真的 用刀子去殺人 是啊 有些是真的 沒有意識的 去殺人 是啊 還有他們是 當光天化日的 就是光天化日 就去做這件事 我們就是 我想來到這裏其實是 正如我之前所說 我想 封閉除了真的在家裡 出去買東西 然後在家裡煮飯 送小朋友回去放學之外 其實也不是打算要出門 因為你出門 就算晚上出門 你極其量都可能是一個月去吃一次晚飯 可能是兩個月吃一次晚飯 你又不會去喝酒 你不會去喝酒 還有你晚上 除非你可能是有一些喜慶節日 譬如說是聖誕節 新年這些日子 你去倫敦市中心 不過原來倫敦市中心的犯罪率是更高的 因為最新排名顯示 這個聖罪行最高的地方 以及搶劫最多的地方 就是在Westminster 知不知道 在西敏寺那裡 其實是遊客區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那些新聞 是會令到我們 再加緊防範之餘 其實是要提高我們自己 對於那種安全的警覺性 我覺得這一集 是最需要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在倫敦 或者在其他地方 在一個環境上 太不熟 陌生 而且你走出去 你已經知道 你都沒有街燈 你知道那些光在哪裏 那些光在那裏 在那些 一屋屋屋的住戶 裡面的窗口 裡面的開燈 照出來的 如果不然 車燈 車的燈 車的燈 那樣是 對 但是法國是怎樣呢 說了這麼久 法國的聖罪行就是少很多 因為很開放 對 就是因為這樣 當你的地方開放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你的東西 越是 想藏起來 那些人的 情慾這些東西 是人人都需要的 你越是覺得 這是禁忌 你看 譬如 日本 日本那些 那些 那些叫什麼 四仔 有沒有第二字 我問一下 一些字 AV AV 哈哈哈哈 他們那些橋段 真的很厲害 嘛 是啊 那些外國人 是 他們那些 拍攝的橋段 裡面的情節 其實 鬼佬真的想不到 是 是 因為他們這樣 這麼快 才會想到 這些橋段 是 對不起 所以法國 是最開放的 是啊 因為他本身 整個 法國人 都是很開放的 你基本上 就不需要 在街上 那些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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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願意跟你去 那些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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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願做這些事情 那就是我覺得香港人 少了很多風化案 什麼 我說香港人 真的要習慣一下 這些這樣的 特色 每個城市的特色 方家王 陳漢詩 陳漢詩 發夢 英發夢 五十多 五十多 六十多 五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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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幾 五十多 五十二 五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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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如果他總是知名 母親 那我就去過一個地方 你現在告訴我那個樓價很高 我都很熟悉 Campden Campden 我一開始去 我第一次的感覺 我都知道那裡是比較品流複雜的 但我去到見到 哇 那些店舖 林朗滿目的 是很公然地開了很多 賣食毒品那些批 然後買食可卡因那些 什麼器材啊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我知道那些是食毒品 那這類人的店舖 在巴黎呢 我一間都從來沒見過 但它說的是 Campden 全部條條街都是做這些 所以我有一點懷疑 譬如你說 英國的治安差 其實是不是 那些人吸毒呢 因為法國就少一些 因為 就是說法國 那些人比較窮一些 其實吃不起何卡因這些 這麼貴的毒品 但是你知道 毒品是很容易上腦 然後你是可以很暴力的 那會不會是這樣的問題呢 我就有點懷疑了 但英國通常來說 夜生活就是去喝酒 就多過去餐廳吃飯 這是真的 因為你去一間餐廳吃飯 其實你去一次吃飯 你可以在家裡吃一個星期 因為那頓飯是貴的 即是你去英國吃飯 其實是一件很大的事 我們也是 是的 但是如果你去酒吧喝酒 你叫很多杯酒 其實那個價錢相對上比較便宜 而且是富 因為你們喝啤酒 沒錯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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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就不一樣 法國喝酒一點都不一樣 是的 還有你英國人本身那種社交 一定是要 經常都要噴口水 說一下波 在那裡吹水 他們一定是要喝酒的 所以反而在喝酒裡面的那些區 其實是複雜的 因為其實喝酒就會很容易 吃剛才你說的毒品 相對上來說 就會複雜一些 所以你說 有些人叫我去Champton Town住 因為 其實他們說那裡是好區 但是現在聽完你這樣說 因為 我不知道可能變了 因為你知道樓價越來越貴 那時候 有些比較差的區 Champton Town那裡有一條Canel 那條Canel 也比較恐怖的 是呀 我有聽過 這幾天都有人推了人去Champton 那裡死了 在英國 是呀 所以 剛才我說那宗十四歲的女生 差點被人掌握之後 那宗就是Champton Town那裡 不是呀 所以為什麼 英國人怎樣管住 你的朋友 是不是你的仇人 那裡樓價是很高的 是呀 但是無論如何 今天也是說得長了 都是因為這些罪案的問題 那我都希望 如果要來 準備來的人 其實也是要 提高警覺 一句說完 又不是說說得那麼恐怖 這裏都是舒服的 但是 這裏的罪案 其實跟香港是真的有一些 不同的地方 它有這裏的特色 因為你明白這裏的生活 我們不敢說 英國的治安差 這句我們不敢說 不過我們可以說 香港的治安好 是 相對上香港的治安 在我離開之前 我也覺得是好的 至少你半夜 十一點鐘下街 你都不會害怕的 但這裏我就不會隨便出街 晚上 就是這樣 所以 希望大家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 在留言 問一下 問一下 什麼區 我都可以幫你搜集資料 所以我聽到那些人 有興趣知道 蛤 花黎的女人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 認識 哈哈 多一點 你以為我也是愛美麗 真的 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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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認識到女生 這個多一點 哈哈 是啊 好啦 今天我們先到這裏 我們 喂喂 我想說 其實我對這些罪案 我很有興趣 所以其實我剛才聽 我沒什麼反應 就是 我是真的看很多罪案的人 來的 我現在 就在這裏 在想著 做一些關於罪案的事 現在就是在籌備 但是 現在所做的那件事 都是英國的 因為英國曾經出現一個 英國有很多罪案的事 很變態的暴力家庭 那大家留意著我們英法夢這個節目 OK 真的很變態 好變態 好變態 看看你怎麼說 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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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